一张假并驾单的售价 介于20到25令吉 这种高利润的违法生意 叫许多人甘愿铤而走险 但有句话说 上得山多 中玉虎 在斯美兰芙荣 一名上司在发现下属 以假并驾单请假之后 决定报警 经过调查后 警方分别在吉隆坡和芙荣 捣毁两个伪造并驾单的集团 并逮捕9人 落网者当中 竟然有3人是公务员 其中1人还是伪造并驾单的 供应商 芙荣景区主任 莫哈默查基透露 警方在5月18号 展开的第一次行动中 分别在吉隆坡和芙荣 逮捕5人 包括两名卖主和3名顾客 落网的5人当中 有3人是公务员 前天警方又突击 芙荣芭蕾一个住家单位 逮捕了一对 售卖伪造并驾单的夫妻 两名上门买并驾单的顾客 也一并落网 4名上门买并驾单的顾客 医生是否真有其人 还有他们是否与 不法集团勾结 警方透露 落网的9名乌易嫌犯 包括8名男子和1名女子 他们的年龄介于33到48岁 由于两个集团的干案 手法相同 警方需要调查 这两个团伙是否有关联 警方透露 被瓦解的两个集团 分别在2010年和2014年 开始活跃 但警方无法估计 他们卖出了多少并驾单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 第420欺骗条文 和第463伪造文件条文 彻查这起案件 NTV7综合报道